对婆婆尽孝五年,她去世老公闹离婚,我拿出一份遗嘱,她毁之晚矣。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女人,我在北京打工的时候认识了老公,在老公的不断追求下,我被她的诚心打动了。 因为老公是北京世人,又有北京户口,所以我最初跟老公交往的时候,婆婆根本就不愿意,但是我以一个农村姑娘的朴实跟勤劳打动了婆婆,在与老公交往一年之后,婆婆终于欣然地接受了我。 我与老公结婚之后小日子过得有声有色,我还在原来的公司上班,老公则自己跑出租车,一年后我们迎来了我们的儿子晨晨,晨晨的出身为我们这个本来幸福的小家庭增添了无数乐趣。 孩子六个月的时候,我在公司的一再催促下,又开始了我的工作生涯。 天有不测风云,正当我们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时候,突然一场意外让我们全家陷入了空前的绝境。 儿子三岁那年,婆婆因意外车祸将腰椎神经摔伤,从此瘫痪在床上。 婆婆瘫痪之后必须有人伺候,老公又是家中的独子,我们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,考虑到老公一个男人伺候婆婆都有不便,我便将工作辞掉,专职在家伺候婆婆。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了,婆婆一瘫痪就是五年,她瘫痪之后性情大变,稍不顺心就会骂我,甚至端起我刚刚递给她的饭碗向我砸去,我的手臂上至今还有一道被滚烫的饭烧伤留下的疤痕。 但是这一切我都忍了,因为我知道婆婆之所以变得性情古怪,完全是因为自己身体的突然改变所造成的。 在婆婆摔伤后的第五年,她不幸地离开了我们。 她去世之后的第二个月,老公就开始跟我闹离婚了,起初我以为她只是随便说着玩,但是她接下来的一番话却让我万分痛心。 老公,李亚文,你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,土里土气的,每天守着家连打扮自己都不会了。哪个男人能受得了你这负责性? 她的话让我感到恼怒,我大喊,我之所以成这样,还不是因为伺候咱妈妈?妈瘫痪这几年你管过一天吗? 你每天回家之后不是手机就是电脑,是问一下,你给妈洗过一件衣服,端过一碗水吗?你是不是觉得伺候一个老人就是说句那么简单的事?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,老公就打断了我,他骂道,你别跟我找理由了,我什么都不想听,实话跟你说吧,我已经爱上了一个比你年轻,比你漂亮,比你懂事的女孩儿。所以我必须跟你离婚。 我只给你两天时间考虑,要么你跟我到民政局办离婚手续,要么我们俩法庭见。说完这番话之后他便摔门而出。 他走之后,我的内心翻江倒海,他的背叛除了让我感到措手不及之外,还将我的心打入了十八层地狱。 冷静下来之后,我将婆婆留给我的遗嘱拍成照片发给了他,顺便将婆婆对遗嘱解释的录音也一并发给他。 婆婆当初留这份遗嘱解释的时候就是担心我们的婚姻有变化,我无家可归。 对我说,在他心里早就把我当成了女儿。可当时我真的没有想到他的预料会这么准。 老公收到信息后很快就回了家,他跪求我不要离婚,这样他会变得一无所有。 但是一切都太晚了,我告诉他,婚姻中我不会辜负你,但是我同样不会接受你的背叛。这婚我是离定了。 大家说我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没人情味了?